食物及衛生局向參與全民檢測的醫護 講解採養流程 有醫護指今天沒有示範如何採養 暫時也未知會被派到哪個檢測中心 謝卿二報道 幾百個報名參與檢測計劃的醫護 早上在灣仔伊麗莎白體育館外面排隊 入去之前要先量體溫 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 醫學會會長蔡堅都有來 聽局方講解全民檢測計劃的流程 新醫管是其中一個檢測中心 場館裏面用圍板鑑起採養區和等候區 椅子和椅子之間保持距離 場館裏面設有被醫護著上和脫下保護裝備的區域 在一個短的時刻 希望讓我們找到隱形的傳播者出席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和衛生署代表向醫護作簡介 簡介會舉行了兩個多小時 有醫護說沒有示範如何採養 之前都很蒙茶都不知道應該怎麼做 怎麼發生 一說了就清楚一點 今天都有再提 就是拿標本 怎樣跌了瓶蓋落地 怎樣處理 基本上他們給了一些他們之前做的一個 trial run 他們的經驗告訴我們 這個對於我們來說都挺重要 因為我們沒有試過是做ESC的工序 到時那個Center的setting Leaders Assistant Leaders 或者Deading Members的工作 分配 另外是到時有什麼equipment 確保採用的程序都是正確的 有醫護說暫時還未知會被派去哪間檢測中心 亦都未有監表 相信這一兩天會有安排 有線電視記者謝輕兒報道 有線電視記者謝輕兒報道